这盘棋讲解是经典闷工 1990年的冠军要请赛 洪人华对战刘大华 这是最后一盘棋 很有意思啊 因为这次比赛履青夺冠了 所以的话徐天宏第二名 莲群第三名 那洪人华跟刘大华正在争四五名 那这儿的话 这个棋洪方洪人华走的是中炮局 黑方的话也就走到屏风嘛 洪方呢并没有急于出局 他选择是一个横距的走法 这儿的话是针对对方阵性 如果你要跳拐脚马 我就平均抓你 所以的话黑方还是上正马 较稳妥一些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洪方呢把局两出 控制对方马跳出 那黑方到这里有多种选择 巡河炮呀 或者炮分边 或者捕士 三种走法 还有走这个炮尔金似的 那么他先走破八瓶九 这里啊 局拿起来 洪方意思是我将来挺兵 活马 而且可以威胁你的马 黑方的话就捕士 倒也不怕 他等着你去对 对完之后你看似先手 使得他的马可以抢先跳到河口 等你在去捉的时候 他就可以掌局去保 然后再瓶炮打你 所以这样一个棋发展下去的话 那很明显啊 黑方的形势就反先了 所以洪方如果急于对兵 就会让对方这个马跳河口 所以洪方这个区在这里控制啊 不管他 炮分边准备呢 出区偷袭 黑方的右边 那黑方自然是出区 不让 这儿其实呢 他是引对方过来 一旦你一过来 那将来这个棋啊 洪方再去对 你这个马就显弱 找机会可以陷兵啊 一旦对完兵之后 我这儿一线你一吃我上马就可以挡着鞠吃炮 围你啊 所以这个炮过来容易被利用呀 那黑方就不过 他走的是过河鞠啊 因为你要是过河鞠吃足亚马 人家这边呢 将来有上马去勘的手段 而且还可以浸泡串打 所以你过去也不敢吃 没用 那么最让棋啊 这边还有受工 洪方现在想上马还不敢上 担心浸泡串 所以就走了一个拆炮 一再呢 这个棋啊 补强中路 这样的话用炮看住马 找机会啊 再上马 你要再串 我就进炮打死鞠 所以仰看有打死鞠的可能性 黑方的近期足 主动呢 去交换 红方如果不换 进过去 推炮打 苹果来上马踩 退回的话 也是憋屈啊 所以呢 简单吃掉 双方进行交换之后 这儿黑方也是 摆脱了危险 相当于对了一个兵 但是由于红方这个兵 就是黑方这个马 他肯定是先手啊 黑方的话 他走出炮尔第二 准备将军 把鞠给你出 那么这样的话 杀回头肯定不行 上马就要丢鞠 所以红方就先落一个项 不让你将军啊 你敢走开 我先杀你一个回马枪 所以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 黑方趁机抢将了河口 红方这个子 暂时就很难有所发展 所以他先掌鞠 确保是一个高鞠 也是诱你一下 你要是认为他多走一步 你去对的话 他对完之后 从边线偷袭 黑方也不上当 他进足呢 试图转换 红方当然接受 吃完之后 你一个象飞起来 那你还需要一步 去处理他 红方这也就冰酒精 试图呢上鞭马 冲冰威胁 黑方赶快落相 如果你还要上鞭马 他这时候 很可能就退回了 所以你想吃 吃不到他 他还有炮二平一 反制你的手段 所以呢 红方先补适 看你退不退吧 黑方这时候 就直接出鞠 红方想上马打鞠 但是不行 对方有核扣马 所以红方这时候呢 选择推炮 强行把鞠赶走 继续贯彻封锁 这儿的话 如果你急于过河 那他可能会 现在平鞠看重马 反而继续利用你 所以这个鞠过来也没用 黑方的话 先走炮九平六 那红方一打 黑方继续闪过去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棋的话 因为你的炮 已经离开了边线 他随时可以给你对军 所以这时候你吃不到他就足了 双方这个子力是一样多 红方呢就上马 强行去冲 希望呢 对方一吃 这个鞠过来 让你这个炮打出来之后呀 阵型要受攻 所以的话 黑方他就选择对一步 红方到这里如果不对 没有点位了 锁型去换 换掉之后 黑方登 这样一来的话 继续贯彻打马 红方就往里钻 一再呢 不让你上马 控制你 你一上我就给你换掉 现在上马继续踩中足 踩双炮 就这个意思 那黑方到这儿也是逼迫他 你要换可以 换完之后我先踩掉了 吃你一个再说 那红方到这里 他不愿意了 就先把鞠近扒 意思呢 就是说你吃掉 我一吃看住兵 找机会 平炮打你鞭足 这时候 黑方也就简单换掉 红方自然是吃 黑方这个棋 炮三星四 他是防着你打鞭足 他可以跟你 这儿的话 他前炮一平 那这里炮一根 红方的话 选择向五近七 这儿其实还不能打 因为这不踩炮呀 卧槽越江杀齐 所以你的炮就丢了 红仁华故意弃一个兵 就是骗地方炮吃 李大华也是没上当 他走的是炮对平七 准备上马打门弓 看你怎么走 到这儿 红方这个棋呀 炮近了一步 那么你要打门弓 他就飞向 暂时没起义 黑方呢 就炮弃进二 先驱赶一下红方的马 那红方正常 肯定是要卧槽 黑方再退回去坚守 这样的话 这个棋呀 黑方不能吃红方的兵 红方这个棋 盯着黑方的足 他是比较主动的 然后呢 他选择平炮过来 跟你不纠缠了 准备呢 去打对方中足 你再把这个足打掉 上马就要杀旗 红方走得非常积极 黑方呢 这时候就回马去看 那这条旗呢 看似好像势敌已弱 其实呢 黑方这里呀 他在偷袭打门弓 而红仁华到这里呀 草率了 他拱了一个小兵 结果被一炮打死了 那这个兵确实是卧底呀 那走到这儿飞个像 其实就没齐了 但是这个棋 红方太想赢一齐了 结果呢 这个棋点位也控得很好 关键时候 对方打向偷袭这一步 确实也就没想到 所以到这儿的话 贪攻忘守 结果呢 刘大华一个门弓 把他打懵了 这就是著名的经典门杀 基本系列 对方 谢谢观看